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不会主动删除用户账号 也提醒用户一旦删除之后无法复原 所有信息会被删除 用户会从群组中移除 而WhatsApp也会销毁用户的备份 用户可以在今个月15号之前 在手机上会出对话记录 东方日报报导 位于香港大武山腰的村龙村 村内废置的车超过100格 不少废车霸占行车线 令村内的双线双程行车路 变成单线双程行车路 有居民说 废车在这里停泊多年 雨季的时候会排出污水 直言环境十分恶劣 有议员说 政府曾经回应说 将会以跨部门形式处理废车问题 但他认为跨部门就等于无人做 认为当局可以凭车辆牌照 和行车证联络车主 或直接将他们拖走处理 我考虑后天会准备 利局 一直约 而计足 感谢观看